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真是每間屋風水的格局很多很多 學不完,看不完,見不完,見不完 所以很多人的房裡都有很多床 但很正常,有些是小朋友 有些是將戰獄放在地下 有些是沒有放在地下 有些是雙架床,有些是單人床 有些是King side bridge,即是大的 有些是Queen side 所以有些是放在大床 有些是好像這間房間 這裡有一張床,對峙這裡 在前面看到嗎?就是兩個床 看到嗎?這裡有兩個床 你們看到嗎?床尾對床尾 看到嗎?很清楚嗎? 是否床尾,這張床尾 剛剛這個尾,對著這個尾,相對就相黑 通常要怎樣搞呢? 這樣睡法的人,我可以和大家說 但有些人都是這樣睡,是否經常為了小小事 都針鋒相對 第二是相罵相罵不好口 第三是異見多多,異見不合 會導致整個家人都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所以說我們要怎樣化解 第二,每間房間都住滿人 對嗎?你叫我睡哪裏?你叫我睡地下? 我又不是腳對腳? 我要怎樣化解?我沒有辦法 誰不知呢?這樣要怎樣加上這張單人床 隔壁就是洗手間 他們聰明就聰明在哪裏? 他們放了一個門簾 他們以為這樣擋殺擋到沒有 擋到的,不過效果就不大 擋得一時,不擋得一世 所以這張床,不管是男女也好 床頭特別高於那張 如果這張床頭高,如果是女人睡 旁邊是女人或男人在旁邊 肯定是惡過去的,去欺負她 如果小妹妹睡在這裏,小朋友 依然經常打架,無時停,訂東西 大人來說就變得心病,意見多多,相對不好口 所以說床頭高,優勝者比較強 性格比較挖強,以及固質,兼懶惰 加上衣櫃在右邊,整庫大大庫的櫃 壓制這個人,以及壓制前面這張床 兩個睡覺的主人家,或是小朋友 或是老人家,經常健康都會出現很多問題 例如敏感,手腳麻痺,呼吸不舒服 遺城不舒服,以及很多疲憊 所以說剛好這裏,他就這樣是單人床 以單對單,就是隻抽 隻抽的意思是三個人的意見在這裏 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看,這個床頭是矮的 這個床頭是矮的,所以這裏的面 他的戰術特別高於他,但他贏在哪裏呢 看到嗎?特別矮的,這裏是矮的 但是你看看,上面這個頭是高的 他高於對面這個,所以一時這個 他經常被對面這個黑色床頭的人 說的話,已經在那裏 麻煩你,就壓制他 所以這個人,就經常沒有什麽 華視權,說如果對方說什麽 他就會不說那麽多,靜靜的了 為什麽呢?除了床頭高,加上這裏 兩張床在那裏對峙一個人來說 即是變成雙殺,相對不好厚,相對雙黑 所以這兩個人經常說的話 會針對到這個人,躺在這裏的人 就變成脾氣很火爆,很緊張 加上廁所在這裏,就算你放了一塊門簾 掩置的門都沒有用,一樣是頂不順 還有會搞到人會遲鈍都會有 所以要怎麽去化解?師傅 其他房間就住了人,住滿了 這樣我三張床在一起,這櫃我拿過來放那裏 這張床放在那裏可以不可以? 又不是依然死,因為他也是高過你 就左壓兩邊,你明白嗎? 呂布就掩什麼?不是呂布 趙子龍按字的裏布來打,所以你們要記得 所以要怎麽化解?很簡單,我教大家一個簡單的 你們浪費百零元,馬幣百零元 甚至你們如果要好些的都可以超過二百元就可以 這樣就托你自己決定,怎麽化解對殺呢? 痴腹不對,拉搶你,不對,你應該買一個屏風 屏風你放在這個位置,這張床要移過一點去中間 最重要的燈,不要壓持胸口 如果你的燈壓持胸口來說,主人家的心臟會影響到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張床拉過來,然後這裡放屏風 屏風是三塊的,對嗎?三塊的屏風,你用兩塊擋字遮臭 不需要屏風高,好像我們人那麽高,有五呎已經很足夠 或者四呎五呎,只是一個意思 你用屏風兩塊,在洗手間,你一塊過來這邊 變成一個L-ship,這樣就可以化殺了 所以大家學到明,這件事就用最基本法來化解 如果不是,你用拉這個布,做這個門簾 你拉一塊布,又沒有那麽好,做什麽? 如果這個布高過人來說,下來,這樣離遠看 就算你用這個啡色的布,不要說白色的布 啡色、黑色都好,什麽布都好,藍色也好,紅色更差 黑色更差,白色更差,怎樣?拉下去是否好像醫院、醫生樓、病床 所以不要搞布,布不是我們玩 我們買個屏風簡簡單單,兩塊在這裏,固定的 一塊轉過來,第一,可以閃開屋舊之地,廁所不好 第二,腳對腳已經破開了,分開了,這樣就可以化解了 所以很重要的,腳對腳,床尾對床尾 所以很多人明白,所以今天就教一下你們這個了 下次我們再談吧,拜拜!